线罗,你发信息帮我们招来,所谓何事?我正在秦岭地宫破解护龙法阵呢,那里面可是葬过一位天仙的。 这鼠山剑宫,乃是当年天下第一剑修,久尽老人创建的。剑宫内可能有九离剑金,那可是真正的完整修仙宝典。 不过在此之前,应该先扫清这世俗剑,鼠山剑宫,哪容得下这些凡人插手?你们聚集在此,到底想干什么? 住手! 怎么,之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啊,现在就让我斩了你们。看那个叫陈北璇的懦夫,敢不敢出来? 那是,是老师? 是陈天仁,陈天仁来了! 好大的气势! 雷破天,你刚才不是说我施来了也没用的,现在我施当面,看你还敢不敢放肆。 他就是陈北璇? 凡俗修士,功法残缺,有何可惧? 哈哈哈哈,不错,我倒要看看,这个号称全败帝仙的陈北璇,有何能耐? 请天仁出手,诛灭这些人,为我等报仇! 谁是雷破天? 老子就是,看来你就是陈北璇了,区区一个神境,也敢在此放肆? 你这辈子,恐怕都没见过帝仙吧? 就是你犯我北穷派? 一目先天,大秦拿手! 什么狗屁玩意儿,看你雷爷,我的紫电精雷刀,祸! 是帝! 好恐怖的一击! 这是什么功法,不像凡剑的法术啊! 太强了,不愧是陈天人! 那雷破天,指甲还扭起冲天呢,结果被陈天人一掌就解决了! 还有谁犯了昆仑与我华夏者,尽数出了? 一张杀神境,一人压仙门,不愧是当时第一人啊! 有一个叫刺旋的,曾欺上昆仑,是你吗? 不好! 哪里逃? 他为什么不躲? 这怎么可能,我的诸仙笔,竟然刺不进去! 你之前,是否杀我华夏武者? 我! 犯我东方者,比出! 大魏银烈体质! 横击地仙,这才是真正的横击地仙之威啊! 陈北轩,你欺人太甚! 今天,我的血迹世俗界,用你们的奸血,来祭奠我师弟! 主人小心! 这个天明子,却说掌控了神雷之力,已经效尊地仙之威,并且还修炼了一门神通! 你便是知道又如何,你们这些世俗界的人,恐怕还不知道神通是什么吧? 雷光赤! 下地狱吧! 消失了! 取取一门九流小神通罢了,若不是你天生风雷双鸣根,根本没法修成这门神通,就算修成也没多大用处! 你放屁! 陈北轩,准备好临死吧! 你看这两人,谁胜谁负? 这个陈北轩,应该得了某些机缘,修炼过修仙法门,可惜,他只要不成帝仙,终究不是天明子的对手。 天明子手上可不止风雷双翅一个地牌。 那我就押陈北轩赢,燕雪曾和我说过,他有个夫君叫陈北轩,有化镜杀神镜之力,会是你吗? 雕虫小剑? 去! 这,陈北轩如何出手的? 便是地仙也不能一指就重创天明子的风雷倒铁! 这是你逼我的! 惊雷姐,天雷总竟然让他把这件镇胶兵器都带来了,这可是上瓶灵气! 我要把你打成粉碎! 你若能接下我一拳,我就饶了你! 不好! 一拳之位,尽管布鲁斯! 陈北轩! 我接下你这一拳了,按照刚才所言,我可以走了吧? 你如果能接下我一拳,确实可以走了。 可惜的是,你终究没接下呀。 你什么意思? 怎么回事? 陈北轩阁下,你可知道,你已经闯下大祸。 哦,什么大祸? 你所杀的雷破天,次玄,法相等人,都来自我昆虚界大教,他们每个人的师父都是帝仙。 尤其天明子,乃是天雷宗下任长教博尔人选。 天雷宗掌门可是汉氏帝仙,以脾气火爆护短铸城。 你杀他弟子,你认为他能放过你? 那你想怎么样? 很简单,陈北轩,你随我回昆虚界,向诸位掌教帝仙赴京请罪,并且献出你手中的修炼功法。 我以清玄少主的身份,为你担保,保你性命无忧。 歹蔽。 权衡利弊罢了,陈北轩,现在该你做抉择了。 如果你们都回不去,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呢? 陈北轩,你太狂妄了,去离。 今天,我就让你见识一下,什么才是真正的剑仙之道。